得了之一切佛功德 生欢喜谢托门 咱们听听着拜佛 礼佛 什么是佛功德呀 佛有立身 方便散巧的功 那修道正德的 行道由德与心 这叫德了 佛在阴地当中 他在布施一切众生的智慧 不是布施了一切众生的黑呢 除一些烦恼 除众生的烦恼 除众生的智慧 床的意思呢 就是摧腹一切 摩菌的意思 假如有智慧的人 摧腹一些摩菌 降伏一些冤敌 就是智慧藏 智慧藏 灯藏 他是以光明为藏 破除一些黑难 他证明为藏恼 他证得了佛的这么样一个法门 得到谢特 王立伯这一法 教化与教育一些众生 令他们离黑难离不为 君圣光明传门 和洛西王 得了知一切佛功德 生欢喜 谢特曼 了知佛功德很不容易 什么不容易呢 必须我们自己 修行 明白我们的性体了 就是咱们经常说是 开悟了 开悟了只是了解 而且还要正果呀 开悟了 悟了什么了 悟了自己的本具的佛性 但是我们要把我们这个佛性啊 修成了 本具的 现在被这个无名慈难 掩盖住了 要修行 把这个无名慈难除掉 那么这样子呢 才能跟佛无二无别 那佛就是这样做的 这叫知佛的功德 那佛的体性是什么 智慧的体 功德的体 不是有形 有相的 是无形无相的 这叫真空 真空 功德呢 一着正在真空之里 所起的妙容 真空不空 就叫妙容 就是咱们说的妙有 妙有呢 不是真有 那要恢复真空的意思 这个含义啊 就是 知佛的一切功德 不去执着 不去贪着 不是人间的富贵啊 明文立养啊 不是这些东西 这就是悟性成佛 但是这个过程 悟性成佛了 悟得性 礼上成佛了 四上还得见见修 见修那个 得到的功德 那就是妙有的功德 说前头讲了 不执着 不执着 十四亿 摩赫罗切王 得荣明立 为一切众生 救护主谢陀曼 这个呢 十四亿 摩赫罗切王 他正得的佛的法门呢 就是 能够救护一些众生 救护一些众生 给一些众生 做救护主 救护主 主是自在意 主在意 能够救护一些众生 因为 他明白他的性体 明白性体 性体就是礼 就是礼法界 在礼法界 他理解了 说甚深的意 说成佛 说佛佛到头 说佛的不遂 十八不供法 他听着不怀疑 他也不为这个 很难得求 这为神不遗 乃至听到 讲世间的英国 讲人间的英国 说你呀 住那末做 那事呢 千万不要去做 住善奉行 这个没有局限性的 但是呢 你不要去分别 这个事啊 这么点小事 善也不大嘛 好处不大 这就是善小 这件事啊 哎呀 虽然错了一点 也没伤害到谁 没关系的 这叫小呢小善 这样理解呢 是错误的 那跟你那个 住那末做 住善奉行啊 是相违背的 这种道理 不止这么佛理 这样讲 不是佛这样说 一般的古德 他对这个都 都理解这个 人说一善不疑 就是这善次啊 很小 帮助人家也不太大 这个那事啊 也很小 好像是无所谓似的 这样来做人的标准 不可疑 我想 过去 刘备 在白碧城脱孤 他要死的时候 得四孙白碧城 就是现在我们长江边上 现在白碧城已经没有了 说那个三甲工程啊 白碧城往后退了 刘备在那死时会儿 跟他儿子说 勿以乐小而为止 不因为这个事儿是小呢 你去做 勿以善小而不为 不因为这个事儿 善事儿很小 不去做 那你这个不是个好人 不是还要做国王了 这个含义就是什么呢 在理上决断 理上决断 决断什么呢 决断一切的事物 说成佛 从凡夫修到成佛 这个道理甚深了 你不敢叫这身 你也不敢叫我修习很困难得不到 这叫闻他甚深的法 而不生退却 世间英国 就刚才讲的 乐小善小 说你千万不造业 造了业啊 一定要受报 这是本来很浅的 这个道理也很浅的 不论为深为浅 温深温浅 都不为所动 不为所动 说一切佛所教导的法 也不是深的 也不是浅的 非深非浅 有的时候 是极深极浅 是深的是浅的 他就要你不要浅重 你要有那个勇敢的精神 勇敢精神 有八风吹不动的精神 有这种勇猛力 成终于苦乐 耐真毁誉 说这八种警戒风 这种警戒 不为他所动 说八风一起来了 吹不动你 吹不动你 过去苏东坡 在他桌子上写一个记录 他记守天宗天 受苦 可以享乐 苦的当然不好 人人人都要享乐 谁愿去受苦 耐和争 这是争些的 人人都讨厌 你就争了 人都喜欢 你就要耐了 人家都毁谤你 你也无所谓 人家都赞叹你 你也无所谓 这八样叫做八风 就是外边的环境 警戒风 吹不动你 说你好 你也不为所动 说你坏 你也不为所动 八风吹不动 书东坡那意思 八风吹不动 端坐紫金莲 坐那个莲花里头 修行有道理了 就是 说是说 他因为自己了不起了 佛印禅师在底下 写两个字 说放屁 他就冒火了 这是鸡呀 这是鸡呀 他就动了 他刚写完八风吹不动 人给他写上 他看见他受不了了 他住将杭州 前堂将这一面 佛印禅师写完字了 他佛印禅回去了 佛印禅师住在静慈寺 他就到静慈寺找佛印禅师去了 他说你怎么骂我呀 他说我没骂你呀 他说你怎么说我放屁呀 他说你那说的什么话呀 他说我说我八风吹不动 他说是啊 你既然八风吹不动了 我只是放个屁呀 还是写的字啊 八风吹不动 一屁送你过江来 我打个屁就送江来 就是这个不是实在的了 不是你真正得的了 四字一摩河罗亲王 他是八风吹不动 他真正吹不动 他是把这八风降伏住了 自己能证才能证别人 那么佛弟子就是这样 先证自己 我们的行为 我们的语言 我们的意念所想都能证 自己证了 再去证重伤 就给一切重伤做救惠主 在这个法门上 他得到泄土 泄土就能他做能做得到 当代佛门起诉 孟参老和尚 1915年7月13日 身于京吉林省白城地区 1931年 在北京房山县都帅死出家 一生学通显密 教通八宗 畅讲华言 力红力藏 随蒙雷蟹之灾 三十三载 弘法兴致未曾烧歇 于2017年11月27日 在大陆五台山 安详市集 享受103岁 感恩孟参老和尚 一生演说大称 少龙佛种 缅怀风范 祈愿老和尚早日 趁愿再来 慈敏度众 利乐有请 弘阳佛法立众生 不论昼月转法轮 开启生命电视台 佛陀教义广推行 各位生命菩萨阿弥陀佛 佛要我们弘阳佛法 立意众生 弘阳佛法叫 大转法轮 生命电视台24小时 用卫星电脑在全世界大转法轮 所以各位 一定要多打开生命电视台 也要让生命电视台大转法轮 要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那么 弘法以外还要立意众生 那立意众生呢 各位就要放生 布施 超度 施食 这也是生命电视台在推广的 所以愿大家按照佛陀的教法 圆满生命 阿弥陀佛 顾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顾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传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旧子的狐狸 在大山脚下有一个小山村 由于这个村子距离山林很近 因此经常有山上的小动物 跑到村子里的农户家里 你们知道吗 昨天晚上有着刺猬跑到我们家里了 刺猬有什么了不起啊 前一阵子我家里闯进来一只小碗熊呢 原本我想养着它呢 可是那家伙机灵得很 竟然逃走了 哦 怎么你们家里都有山上的动物来做客啊 怎么小皮 你家里从来没有动物来拜访吗 是啊 我家里从来就没跑进来小动物过 山林里的小动物 通常都喜欢晚上跑进家里 而且他们最喜欢跑到厨房里 因为那里没有人还赶活 可能还有吃的 那只小碗熊就是我在厨房里发现的 没错没错 我也是在厨房里发现的那只刺猬 是这样吗 那我今天晚上也去厨房里看看 从那天起 小皮每天晚上都会偷偷溜进厨房 查看是否有动物跑来 半个月后的一天 他果然在厨房里发现了贵客来临 哈哈 果然有客人来了 真是太棒了 但这是什么动物呢 小皮 你不睡觉 跑来这里做什么呢 爸爸 我们家来客人了 你看看 呀 是一只小狗仔 太棒了 爸爸 他长得好可爱哦 我们养着他吧 哎呀 小皮 你这是从哪里弄来的小狗仔啊 妈妈 他是自己跑进我们家的 我们就养着他吧 哎呀 这是个宝贝 是个宝贝啊 这是宝贝吗 一只小狗仔 那算得上什么宝贝啊 这哪里是什么小狗仔啊 你看 他这长长的尾巴 绿绿的眼珠 尖尖的耳朵 小狗仔 是这个样子吗 对呀 他的确和普通的小狗仔 不太一样哦 爸爸 这个小家伙究竟是什么 他是一只小狐狸啊 天啊 我们村子里 一直穿烟 有只狐狸跑进来 没想到今天 竟然跑到我们家里了 要知道 在我们村庄里 发现狐狸 可是极其罕见的 可不是嘛 这狐狸的皮毛 可是非常值钱的 一张好的皮毛 能换三亩好地呢 我们把它养大 买了钱 好给你看病 老公 你不能这样想的 它也是个生命 我不能因为要治我的病 就伤害它的 好的好的 我会听你的 我不会伤害它的 狐狸不知道好不好养呢 我想将它养在我们家里 放心吧 很好养的 不用担心 这个问题 就由我来解决吧 就这样 小皮一家人 便将这只小狐狸 养在了家里 它在全家的精心账料下 长得非常快 才过一段时间 它便长大了 小狐狸 你不要踩我妈妈 我妈妈身体不好 小皮没关系 这个小狐狸 像你一样顽皮的 它长得可真快啊 现在这个样子 已经不能在家里养了 我要在院子里 捡个木笼子 关起来 爸爸 我来帮你 小皮和父亲两人 在院子里 建个笼子 要关狐狸 母亲隔着窗户 看着他俩在外面忙碌着 以后晚上 你就在那里住着好了 不要在屋子里 跑来跑去的了 院子里的木笼子 建好了 父亲和小皮 将小狐狸 抱了进去 小狐狸在里面 转来转去 然后发出一阵阵叫声 爸爸 是不是因为里面太小了 小狐狸好像不是很喜欢这里啊 当然不会喜欢了 不过 我们也是在晚上 让他住在这里 这几天晚上 他在屋子里 闹来闹去 让我一直都睡不好 白天 我们还将他放在外面 嬉闹 晚上 再放进去就好 嗯 这样好的 啊 今晚 终于能睡个好觉了 然而 当天夜晚 小皮和他父亲 又被吵醒了 他们听到了屋外 传来了一阵阵狐狸的叫声 爸爸 这是什么声音啊 这是 大狐狸的叫声 它应该是冲着 我们家的那只小狐狸来的 天啊 竟然是一只大狐狸 看来 这是小狐狸的家人 找上门来了 大狐狸围着院子里 小狐狸的木龙 不停地转来转去 一边转着 一边不停地叫着 而小狐狸也在里面 不停地叫着 大狐狸叫了一会儿后 便开始用爪子 抓挠着 关着小狐狸的木笼子 爸爸 他这是要想把小狐狸救走啊 爸爸 现在该怎么办啊 没关系 我们木笼子很结实的 它是没办法打开的 果然 大狐狸弄了一阵子后 感觉无法打开 便急切地转来转去 突然 他看到了木笼子隔板处 都有一个缝隙 大狐狸急忙凑了过去 然后许久没有动 哎呀 那只大狐狸在做什么啊 它怎么突然这么安静了 爸爸 它不会再想办法 撬开那个门吧 哎呀 那只狡猾的大狐狸 如果真的把小狐狸给放走了 那可就糟糕了 我还指望用它的皮毛换钱 给你妈妈治病呢 说着 它一下子从屋子里冲了出去 院子里的大狐狸 看到有人出来了 惊吓了一下 然后急忙地一转身 快速地一跳 就跑出了院子 这个家伙跑走的速度 可真快啊 天啊 这是什么 爸爸你快来看啊 哦 这是奶水啊 原来那只大狐狸 是小狐狸的妈妈 爸爸 不如我们把这只小狐狸放了吧 它也是个孩子 这么小就离开妈妈 真是很可怜的 小皮 你只觉得小狐狸可怜 难道你就没想过你的妈妈吗 要是把她放了 你妈妈的病要怎么办呢 哦 小皮 听爸爸的话 这事你千万不要和你妈妈说 你妈妈的心地善良 她要是知道这件事情 一定会放走这只小狐狸的 嗯 我知道的 大狐狸每天晚上都会来给小狐狸喂奶 最终 这件事还是让小皮的妈妈发现了 这些奶是怎么回事呢 啊 小皮 究竟是怎么回事 你快告诉妈妈 小皮 一五一十地和母亲说起了那天晚上的事情 母亲听后面露惊讶 爸爸不让我和你说这件事情 他怕你将小狐狸给放了 可怜的小家伙 你别关在这里的话 妈妈 真是会把你父母亲给担心死的 是啊 妈妈 昨天晚上我看到了有两只狐狸出现在我们家院子 不过 一转身他们就不见了 难道他们要放弃自己的孩子吗 不会的 做父母的是不会放弃自己孩子的 我猜他们一定在想办法救他出去 妈妈 可是如果小狐狸跑掉了 我们可就没钱给你治病了 小皮没事的 妈妈的病会慢慢好起来的 哎呀 好狡猾的狐狸啊 多亏我及时发现了 否则到手的钞票就这么飞了 哎 老公 你发现什么了 你快来看啊 可恶的狐狸竟然在这里挖洞 他这是想挖洞到我们的院子里 救出那只小狐狸啊 在野兽中 欢是挖洞的高手 而狐狸对于挖洞可一点都不在行 他竟然能挖出这么一个洞 可真是不容易啊 他这是旧子心切啊 我还指望用小狐狸的毛皮换钱呢 可不能让他跑了 我去找些水泥将这个洞堵上 老公 算了吧 我不希望用这只小狐狸的生命来医治我的病 你不要管 我自有打算的 小皮和妈妈看着父亲用水泥浆洞堵上 然后还在上面压了一块大石头 当天晚上 小皮家外面传来了狐狸爸妈绝望哀怨的剑声 那声音令人甘惩愤的 从夜晚一直持续到黎明 老弟 昨晚狐狸在你家门外叫了一夜 那声音真是太凄惨了 我看你还是将那只小狐狸放掉吧 是啊 老弟 放掉它吧 就当做行善吧 放掉它是绝不可能的 哼 既然那两只大狐狸找上门来了 那我就让它们有来无回 它们的牢皮也值不少钱的 啊 你也想要抓住大狐狸 狐狸可是非常狡猾的 要想抓住它们是非常难的一件事 抓不住就打死它 今天一大早 我就去老猎人那里 借来了一只猎枪 今晚它们还敢来的话 就让它们死在这里 啊 然而天刚刚变黑 那两只狐狸 便出现在了村口 老弟 狐狸来了 狐狸来村子里了 今天 它们这是疯了吧 这么早就来了 哼 来得正好 来了就别想回去了 你可恶的家伙 看看我俩谁厉害 你这是干什么 放过它们吧 让它们一家人团聚吧 它们怎么一点都不害怕 你可恶的狐狸 它们这是在对我进行挑衅啊 说着它又一次端起了猎枪 这时候 那两只狐狸突然大叫了一声 叫声刚响 田间地头 田间地头以及远处的山上 出现了许许多多大大小小各种颜色的狐狸 它们像一道洪流似的将小村子围了起来 各个虎视眈眈 资牙咧嘴 村民们面对这些狐狸 显得非常惊恐 天哪 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会出现这么多狐狸啊 这些狐狸 它们想要做什么呢 看起来好吓人啊 阿龙 你快住手 不要伤害它们 你赶快将小狐狸还给它们 是啊老公 把小狐狸还给它们吧 村长都出面来制止了 唉 好吧 我这就去把它带来 还给它爸妈 小家伙 回家去吧 瞬间 众狐狸四散而去 不一会儿 就消失不见了 只留下众人 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 即使面对生死存亡的关键 狐狸的父母亲 还是不畏生死的 想要营救自己的孩子 人类爱子如此 动物亦如此 希望人们 可以好好的爱护动物 不要伤害它们 一同和谐生活在这地球上的 与慈悲生活在一起 生命电视 触动 行动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